今天是5月5日 星期二 市場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當然A股也今天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逐同了港股也同步而行 5月份只過了兩個交易天 暫時行指由昨天4日高位28344 到今天中的低位27598點 即是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技術上是出現了746點的跌幅 這個跌幅很可能還是比較窄的 只看4月份的波幅雖然有少少是抗得比較大 但是實際上來說經過3663點的上升 就算有調整的話 斷股也不會只有700多點 剩下很多的交易天 往後存在的變數還是很大 先看看指數 跟大家聊一分鐘 剛剛四五分鐘 不知道指數還會不會再變 收市的時間27755點 跌了368點 成交1755億 其實大市由上個月21日開始 到現在為止成交 一直都是持續萎縮的 17億18億 19億 17億 16億 到昨天的1500多億 就是整個技術上來講 上升的動力已經持續放慢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因為有不少股份升了一倍或者倍半了 如果你計算這個股價的因素 折合24000、25000來計算 其實現在成交金額可能相當於當時的700億或者800億 在這樣的環境 在28000左右的水平 你沒有一個成交金額去超過2000億 是很難將市推上去的 再提一下 這個升浪是由3月12日的低位起步的 當時指數最低的23677點 去到上個月27日的高位28589點 恆生指數一共在兩個月內是升了4912點 從任何角度來講 這個升幅絕對是超乎預期之內的了 因為1、2、1、3、1、4這三年全年的報復都分別為4662點 4685點和4224點 但是單單說 這個近期的小升浪已經升了4912點 顯而見之大市是走得比較急了 不過不要緊急升的自然就需要整固 整固過後始終都還有機會再向上限 不過問題就是這個所謂技術上的調整到底要跌多少 看回8月份的指數 是由13日的28,032點 到20日的低位26,960點 然後後秋上回去27日的28,589點 就是說由28,589點的回落 第一個技術房市當然是條10天線 不過今天失手了 再向下望就是上個月20日的低位26,960點 或者這樣說法 一日恆之未跌穿26,960點 整個技術形態都是處於一個高台的反覆而已 但是一旦跌穿26,960點 技術上來說就會出現一個逆轉了 因為第一 由23,677點去到28,589點這個中期升浪已經確認見頂了 第二 一個中期升浪確認見頂回調三分之一 還是一半就視乎當時的環境和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但是早前來說這麽龐大的成交 其實觸動了很多省戶 都是恢復入市的信心 問題就是 A股一路咬住高台 恆指亦都一路在28,000流上 大部分的投資者買了貨之後 都認定了市是不會跌的 問題是幾時升的 就是說大家看到市逆轉的時間都未必會走貨 這樣就會觸動了一些殺傷力的了 一般情況之下 你買得比較多貨的話 不對板你會減榜你會止蝕 但是在一個環境你覺得是不會跌的時間 就算它跌你也是不會走的 就是說到有一天跌得比較深的時間 才發現不對板要走 就是說是輸大了 所以這陣子如果你說行深一點 再回顧4月9號的上升烈口的話 不要看輕的殺傷力 現在這一刻跌穿十邊線 已經要做風險管理了 情願沽完之後 做完之後那件事沒事了 可能還要貼錢買回來 不要緊 君子就不立危場之下 看不通的時間 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自保 我覺得起碼要持有30%的資金 或者現金在手 這樣就安全得多了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了 好了 接著我做其他訪問 今天講到這裡先